作词 李宗盛 诸位大德 诸位朋友们 今天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谈谈过时 中国 历史悠久 我们一般长寿 五千年 而实际上 我认为 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 决定超过五千年 五千年的说法 是因为有文字 大家都知道 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的 皇帝以前 没文字 皇帝距离我们现在 四千五百年 再向上去追溯 五百年前 是神龙 神龙再上去 又是五百年 是佛系 娃瓜 相传是佛系化的 那么也可以说是 中国文字的起源 真正有文字 发明文字 是在 皇帝的时代 这历史上 有记载 那么我们知道 古印度 婆罗门 这婆罗门教 它是宗教 就是现代的 信度教 我跟他们 也常常有往来 特别是 在新加坡 那一段时间 他们告诉我 他们传说 这个教 创立到今天 至少有 一万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想 我们中国文明的起源 不会输过它 至少啊 超过一万年前 没有文字 不能说 没有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源 就是 无能 五常 四为 八德 这是谁发明的 实在来说呢 这四项东西 都是属于 信德 老祖宗 传下来的 人性 本善 以后呢 把它 用在三字经上 人之粗 心本善 善的标准是什么 实在讲 就是 冷藏 思维 八德 这是善的 具体 天生 明白了 所以 孔子 那个时代 社会 动乱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差不多 我们今天是乱世 父子那个时候也是乱世 春秋战口 差不多将近五百年 五百年的动乱了 我们满清亡国之后 到现在一百年 夫子在那个乱世 他非常惋惜 古圣仙 所传的道 没人休息了 非常 担心 怕失传了 这斯文失传了 所以他周游略过 既然 祝侯 都不能够用它 所以他老人家 退儿 这退就退心了 不再求 做官的这个念头了 回到家乡去教学 于这些学生们 说 弟子 把古圣先行的道 讲清楚 讲明白 学生们 学生们记录下来 这有文字 用文字记录下来 流传于后世 所以 空子 善事书 定理 这就是 把古时候的点击 做了有系统的 整理 流传个 后世 所以 中国的图书 你要是中国人 不懂科学 那你就错了 你看这些点击 分类 编子 他有程序 大分 为经时自己 经时自己由来 走了 不是清朝 高斯库全书 才用它 这个名称 由来已久 先秦时代 已经就形成了 经时自己 这个四门了 所以 夫子 整理的 就成为金学 六经 在中国图书 末路里 一定是摆在最前面 行事出 夫子 自学的 神圣的心态 他老人家的观念 是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这两句话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实在是了不起 孔子说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那么换句话是 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他所教给弟子的 以及传到后世的 是什么 全是古圣先行 留下来的教会 他只是把它整理 把它编辑 成为 有系统的 这些电机 流传个后世 所以后人 尊称他老人家为 大臣 至身 行事 这个大臣 他是急 过去 至少是 两千年 以前 古圣先行的 大臣 就像现在讲的 会集一样 会集 古圣先行的教会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 祖宗留下来的 这些教会 复自食 幸而好苦 这个态度 了不起 现代的人 是走西方的路子 从小就讲创造 要发明 夫子不是这个态度 中国 几千年 读书人 做学问 也没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 太傲慢了 太狂妄了 中国人从小就学谦虚 学恭敬 能不能超过古人呢 说老实话 是超不过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冷静去想想 古时候人心是安静的 心是定的 现在人心是动的 佛法对这个特别有讲求 定 他生智慧 动 他生烦恼 烦恼跟智慧两个相比 那就差得太远了 越是上古时候的人 越近 夫子出于动乱的时代 定的功夫 远远不如前人了 周朝末年衰了 这就变成春秋战孤了 我们能想象得到 那个时候人已经逐渐 心浮气躁了 但是肯定比现在好 为什么 当时这些柱子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学书 柱书成书流传到今天 现在人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这些柱子 那由此可知 那个时候虽然在动乱 心还是近的 还是定的 非常可贵 前人的东西 后人真的写不出来 年前多年来 练带 这些文人学者 留下来的柱书 不能跟今天相比 连先秦柱子 都干不上 我们怎么可以狂妄 怎么可以侵蚀过人 甚至批判过人 这大错 孟子说得好啊 学问之道无他了 求其放心而已 什么叫放心 放心就是今天是散乱性 如何把这个散乱性收起来 归到一 归到零 那就是禅定 功夫 父子这一句话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禅定 我们尽踪 大师之法所说的 都舍六根 尽念相继 都舍六根 就是十五方形 把妄念收回来 佛家 在礼节上 尝经的霍章 霍章表什么呢 就是表 舍心 都是六根的意思 平常指散乱 这心散乱 恭敬的是 把散乱的行动收为一个 喝了为一 这功敬的 一心 标伐了 散乱性 与世出世间法 都是障碍 为什么呢 他发生了 他有分别 他有支出 那就不能得定了 放下分别支出 你心才定下来 定心 生智慧 分别心 不生智慧 执着心 不生智慧 齐心动念 不会生智慧 所以 我们从这些地方 能体会到 古生先贤 他们的心情 所以 他们看到的东西 看到 透支 了解 有深度 说出来 严谨 一改 稀微 无穷 随之归来 在中国 可以说是 学书 广播 啊 惊失 自己 传之 千年万事 而不朽 那么 父子 那个时代 唯恐 我们的文化 断绝 依然 下定决限 来拯救 啊 拯救的方法 就是讲学 现在讲 办学校 啊 私人办学 啊 这在中国 父子是第一个 开 私人办学之端 啊 啊 我们称为私俗 俗 修 就是学校 啊 他办成功 能把古代的文化 集成下来 传个后世 今天 我们也碰到 同样的 环境 啊 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中国人 对他非常 陌生 我们担心啊 由于科学 发达 特别是印刷 书 啊 古时候 这些典籍 可以 大量的 去翻阴 电极 不怕失窗 啊 我早年 在台湾的时候 常常担心啊 我们的四苦全数 会不会 断绝了 啊 到商务 印出款 翻印 四苦 世界数据 翻印 回药 我们的心情 无比的兴奋 这些东西 不会失窗 虽然印的数量 不多 全数只印了 三百头 灰药 印了两百头 能够分藏在世界各地 纵然有大灾难 总会有几套啊 还存在 这是值得安慰的事情啊 经历 南清 亡古 已经一百年了 这两个数据 告诉我 他们想 印在吧 我欢喜 我就想 商务 定了一百头 全数 向世界数据 定了两百头 灰药 希望放在全世界 各各地区 大修图书馆 目的 是希望在大灾难当中 我们这两套书啊 不至于 消费 总会留个几套 我们用的是这个心 可是我一想到 书要没有人去读 还是不能转下时间 这个书怎么读 这么大的固土 从哪里都起 所以我自己 买第一套 此苦会要的时候 心里就在讲 我每一天要奖金 奖金必须要准备 要被扣 这样大的分量的书的时候 我哪里有时间去看 所以我就想到 如果能有人 有时间 翻翻这些书 把这些书籍里头 对于现前社会 能用得上的 这些文字 把它记录下来 编成一次 那这就方便太多了 那个时候 我弟弟还在复旦教授 我就拜托他 前学校的 这些退休的教授 教文师的 我们也送他一点礼金 送了几万块钱人民币 请他来替我做这个工作 其实 我这个想法 跟唐太宗编 群述之药 是同样一个念头 做了三年 这个 也交卷 我看了也看了 不很理想 不能出版 所以就感觉到 这个事情 是不容易 这么多书籍 持学要有学问 要有见识 还要了解 当前这个世界状况 我们需要的是 一部书里头 可能只有几句话 对我们身前社会 有好处 有利益的 所以一直 就没有继继续在做 最近这几年 我想到了 唐太宗 唐太宗的 全书之药 但是这个书 我没看过 我看过其中一部分 就是世界数据出版的 诸子之药 这一部书是群书之药 后面的二十卷 只要总共五十卷 后面诸子之药 这一部分 我看过 所以我知道有这部书 在讲经的时候 偶尔也提到 没想到 有好心的听众 同时 他们分头替我去找 居然找到了两头 寄给我 我看到这个 欢喜无良啊 这祖宗之德了 怎么这个书还有 看看这个书呢 是八十年前 商务运输官演的 原本是日本人的本子 我问商务运输官的 他同仁 他们都不知道 不晓得有这种事情 那八十年以前的书呢 已经没有版权了 我就交给世界数据 请他印一碗头 这个书就不会舍船了 我对司库这个想法的时候 跟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能把这些书 每一种书 精彩的地方 揭露几句 特别是现在生活上统统会用得上的 工作 工作 待人接吻 这书就有用处了 接着没有多久 有个同学生 有个同学送了我一套 过学之药 哎呀 真是我天天所想的 这一部书的 这部书是从群书之药 启发来的 名古初年的班子 我看他的学问 我看他的学问 当时他有一批人 那都是现在讲的是学者专家了 用了八年的时间 从精实自己里面 选择这些精华 编成这部书 这部书就是 四库的精华文 所以他的书的名字 叫过学之药 之药这两个字 是从群书之药 大家就理念 但是群书之药的智 是智国 是正智 过学之药的智 是智学 是做学问 我想了多年 没有办法 如愿 忽然看到这个 正是我理想的 无量的欢喜 那这部书已经很久了 有几本已经破损了 但是还好 字还完整 字没有伤害到 这真是幸运了 可能呢 这一本呢 可能是个古本 大概再也找不到 所以我也请世界数据 赢一碗头 帮助 帮助 有志于过学的 年轻人 你要想 读四窟全书 这个就是四窟全书的入门 四窟入门的 一把钥区 现在这两部书 都是印出来了 书店里面 可以买得到 我得到这两部书 是欢喜的 祖宗之德 中国传统的文化 肯定 肯定 有 有志之四 他们来进程 我们只把这些工具 准备好 提供给大家 第一批 是我们早年 在安徽 卢江 汤匙办的 这个传统文化中心 一批老四 有二十几位 我把这个书 每个人送他们一套 希望他们 能将这部书 发心做诸解 诸音 诸解 翻成白话文 因为这些书 全都是原文 都是四库的原文 不翻成白话文 现在一般 年轻的学词 它有困难 我们尽量 帮助他 方便他 他们也非常热心 这是什么 这就是 夫子当年的事业 夫子 集合一批学生 把古神仙仙仙的教会 写成文字 编辑成书 流传给后世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点击这么读 这样的完整 怎么样去读它 所以 过世之药 跟群书之药 我都希望他们 诸音 诸解 先读白话文 这是第一步工作 希望今年年底 能完成 完成之后 我希望大家用心学习 详详细细 讲一遍 我会抽时间来听 讲一遍之后 我们把它录像 录音 在网络 在卫星上播出 这么一来 就遍立于全世界 怎么全世界 各个地方都有华侨 华侨没有不爱过的 华侨没有不留念传统的 那华侨子弟 利用微信电视 利用这个网绩网络 都可以在家里自修 都可以学习 那么中国古代的做学问 先决的条件 谁要用真诚心 公敬心来学习 没有真诚公敬 学不到东西 英光大四常说 这是个出家人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你就能得十分利益 百分沉浸 你就能得百分利益 没有沉浸 没有沉浸 学不到东西 我早年在台中 跟黎炳南老居士 学经教 学佛经 他就教给我 他怎么教呢 你想发现 红发立身 好死啊 但是红发立身 要智慧 要知识 智慧 知识 从哪里来呢 那你一定要读书啊 学佛 那你要读大藏经 学中国传统 那你得去读识 古全书 你想想看 你能念得了吗 不学不行 是出世间法 都要通达 通达出世间法 切离 通达世间法 切记 切记切离 才能沉传 释迦牟尼佛的经教啊 这么多 你学不了 怎么办 古人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 用感应 叫感通 叫通啊 学有困难啊 用感应 用什么去感 用沉 真沉 沉上面加个智 真沉 真沉到极处 你就能感到 佛法 佛法 主张 一门深入 常识 寻修 道理就在此地 啊 不是叫你多学 是叫你开悟 啊 是叫你把心定下来 定下来 就能开智慧 智慧开了 你这个经就通了 当然就没有了 一步经通了之后啊 是步步都通了 为什么 圣人的学问 他不是从思考里头流出来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懂得 啊 不是他思想里想出来的 是什么 他悟出来的 啊 大车大悟 明星兼星 他是悟出来的 那么你定功也成就了 你也开悟了 你看他那个东西 就看自己的文章一样 一点困难都没有 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讲那么多经典 传到中国来 中国这些祖师大带的住宿 都是开悟的啊 所以你要悟了之后啊 你看佛的经典 你看祖师大带的住宿 没有一样你看不懂啊 这通了 再回过头来 看四十五经行不行 行 一丝毫障障碍都没有 所以说 叫一经通 一切经通 那这一步经呢 你的通 通就是要 就是承误 那真正通 那真正通 达没有障碍 这才叫成就啊 所以通 就是无 就是智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清净心 心不清净 不行 要清净心 要平等心 啊 不讲得这么清楚 那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迷失了 迷失了自信 啊 所以学问之道 无他了 求其放行而已啊 就是开悟啊 佛法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接受了 中国的儒根道 都讲求开悟 都讲求解定会 应接得定 接受规矩 老师怎么教 你就怎么学 啊 时间久了 你心就清净了 常念就没有了 啊 尽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就开悟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啊 所以中国传统 你看 劣带 甚至 现在不叫甚至 现在叫专家学者 没有甚至两个字号 都是从 接定会 就悟出来的 啊 我们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还行啊 我们同学当中 有个榜样 啊 东北流速英居士 他用十年的时间 就 一步 无量手机 一句阿弥陀佛 他告诉我 他学习的方法 他是得到我 过去 在台湾 金美奖的一次 无量手机的光铁 啊 那个时候使用 罗云带 啊 以后从罗云带 转变成光铁 他得到这么一套东西 他每一天听一片 一片是一个小时 那把这一片说 重复听十遍 每一个 每一天 听尽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其实就听一个小时 重复识别 这是常识熏修啊 这一步今天听完的时候 从头再听 十年就听这一步 那他的心是定的 那我们一般的 想法 大概像这种修学的话 中等更新的人 三四年呢 他就在这 他清净心切剑 没有咋念 不听佛 他就念阿弥陀佛 没有咋念 得清净心之后 有个三四年 一定开悟 我们看到的每个人 最好的例子 啊 是你 没人知道 我们也不认识 他成就了 我们在听说 有这么一个人 跟他联络 联络上了 才知道这么会死去 是我们的最好榜样 中国故事 无论是学过去 学书 学道 学佛 全都学这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 也在三四经上讲的 三四经上讲 教制道 归专啊 老师教你 归专 你的学 也是归专 你只要专心 学一门 不能够同时 学很多门 学很多门 你就砸了 你就乱了 你的时间跟精力 完全分散了 啊 那么你所学到的东西 充其量 是常识 不是智慧 啊 你不能得定 也就是 你心浮气躁 没有办法相复 啊 这变成 变成学术了 现在这个世界 我在国外 看过很多大学 啊 跟学生交流过 跟教授们交流过 啊 通通是知识的层面 没有智慧 啊 但是在古时候 中国跟印度的教学 是重视智慧 不重视智识 有智慧 自然有智慧 有智慧 你不一定有智慧 啊 这个是 东西方 做学问的理念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啊 我们明白之后 我们明白之后 你就想想 还是古人的方法好 孔老父子 幸而好苦 这一句话 是真理 啊 是明义 这一句话 也能够传 流传 万事 不会改变 啊 啊 你要想学 中国 古生献献的东西 你一定用这方法 你要想学佛法 你要想学道 中国都如是道 不用这个方法 你得不到 你所学的是 表皮 啊 常识 得不到他的精髓 啊 随地过学 啊 我们如何去学习 啊 古人家的知学 用什么方法 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一定知道 一定要遵守 啊 没有老师 不要紧 孟子就没有老师 孟子私属孔子 那孔子已经不在世了 他以孔子为老师 孔子的书在啊 依照书学就行了 啊 在佛法里面 也有这个例子 偶一大师 私属 廉持 廉持一往生 啊 廉持大师的著作在 读他的书 读成就了 啊 所以 现前找不到 好老师 找古人 啊 古人 就是老师 只要你 妻而不识 用真诚心 一遍一遍去读 古人讲 读书千遍 其以自见 为什么自见呢 通了 感通了 一千遍念下来 真诚心 感通了 那不需要人讲 自己就通了 智慧开朗 这个方法 西方人没有啊 西方人不懂啊 我们的好东西 要记住啊 西方人比不上啊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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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